各位好神,汪小菲和Dice这件事,大家真的要看 就算你对他们两个没有兴趣 他们这些例子,其实都是现代爱情、婚姻、家庭的写照 首先,前天有台湾记者公开汪小菲在婚内里面 未和Dice离婚时,还是有关系的时候 就带不同的女人到他们的家里,玩女生 这些照片很明显是当事人放出来的 因为她每次不只是打一个单对单,不是的 坐着的人有司机,她的助手,不同的女人 不是只有所谓的,就是张永永一个,还有小四小五 他们还有一个群组,群组里面有11个人是一个微信群 汪小菲玩乐的女人都会在里面,大家可以发声、发言 在里面说话,可能要有时间,讲数、打钱 去过数给她之如此类 这个张永永,现在比较露仰袍头 曾经为汪小菲落儿子 对话所有东西,被张永永自己截图 传给记者,现在公开了 你看见她截图的身份都知道了 那就是去北京的医院落儿子 因为她觉得汪小菲,基本上就不会认她 那期她也未和Dice离婚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汪小菲是大陆人,是中国人 是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支持她 Dice太过心狠手辣了 离婚后还在背后搞风搞雨,说汪小菲如何出拐 想她弄死她 其实真正弄死汪小菲,就是张永永和其他小四小五 所以这个引爆点是,就是张永永前几天,就是汪小菲的老母 又说这个张永永是臭屁虫 一路之下就把这些照片和所有东西都传给记者 其实她落儿子之后,堕胎之后 基本上都收了很多东西,收了车,她要的车,楼 好像前来是两层楼,你还没介意现金 平时买东西的东西 所以大家女人们,你们认识一些离异的男人 其实那个男人都是不外乎,一定是狂踩她以前那个 我老婆太强势,拿了抚养权,你看我多可怜 我每个月的钱都给她了 你看到我现在一无所有,她有纳闻的子女走 通常都是这样的桥段,这样的说话 你看到为什么呢 一个女人和你生了两个,冒死和你生了两个 我听闻,还有大X当时,在医院的产检 九个月带那肚子超大,被汪小菲摁下来 我说男人没用的男人,特别喜欢虐待大妇 自己的老婆,可能平时都是有能力的人 趁她病,趁她大肚,趁她生了小孩 刀口都还没埋着的时候,推推撞撞东西 这些例子其实都是反映到,人为什么要弄人耐弱的时候下手呢 你不趁大X崩崩跳跳,你跟她拍拖的时候下手 你就是用她大肚,九个月的时候推她下地 所以那时候陈建州的所谓的黑人 就是打汪小菲 后来汪小菲也承认了这件事 人家另一个男人看不过眼,为什么突然打你就是这样 所以女性们,拜托你眉大眼 我其实不是很建议你们去选择离异的人 但是没办法,这个世界离异的男人太多 而且他们都会数到以前那件是一文不值的 又拿了我的钱,又拿了我的儿子 如何虐待我,如何强势 你不要忘记自己也是女人 女人会不会跟她们生了两个,三个,生了一个也好 这么狠心要走,甚至想跟这个男人断绝关系 生理上,心理上,女人不是受到巨大的创伤 基本上都没什么可能 所以不要轻易去听这些可怜虫的说话 可怜之人,哪有可恨之处 汪小菲那人就是楚楚可怜 哎呀,很惨,很惨,惊成四少 啊,怎样姓要忍啊,忍老婆啊 或者她的仁切就是做到这样 但是你看看,这些相当公开的时候 她还可以很厚面皮 这些无耻人就是这么厚面皮 打给一个记者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你有五张相公开 可不可以谈到三张,不要公开 只剩下两张,不想那么多女人受牵连 你会为你那些小三小五小六去想 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婆 你有没有想过你两个子女呢 是吧,你也有生女的 你不怕你女儿大过了也是这样被人玩的 男人很多时候都不会想这些事情 其实呢,在陈冠希说 找个女人和他生孩子的时候 我已经猜到他一定会生女 因为这条数目他一定要抓 另外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其实衍生很多问题 不只是两夫妇,什么婚姻,两姓 其实真的很旺及下一代 首先我之前和大家讲过 我有一个画板画给大家看 一些再分家庭 就是一个女人和前夫生了一个 一个男人和前妻生了一个 然后两个结合,再组合一个家庭 然后他们那些本身前妻前夫都没死 所以子女仍然都要见他们原本的父母 但是他们原本的父母 就是分开了住的那些 又再另外组织家庭 所以这件事是挺复杂的 还有呢,最大的问题是 事情是不会开心的 复杂得来,如果你付出了努力 换回来的结果是好的 也值得做的 那大家听下去了 那现在这一个夫妻 有自己的子女 完全不同血脈的 一个和前夫生,一个和前妻生住 在一起了一段时间了 接着他们有一个爱情结晶品 又再有一个新的小朋友出生了 一家五口 现在就发现有真正的问题 就是首先呢 男人是越来越不喜欢 女人和前夫生的儿子 是很明显的 明显到就会濫暴力 本身未溝到你,未结婚 你未和我俩过之前 我都叫对他OK 现在开始不是了 你自从有了之后 我又是趁你病,拿你命 趁你大肚 趁你最脆弱的时候 不敢离开我 亦都没有机会跟我说 你还要吃我住的时候呢 我就去 揽暴力你原本的儿子 因为你儿子和我没有男人 你儿子都是黏我饭吃的 你这个男人的心里面 一定是这样想 要不然他也会揽暴力他呢 什么叫揽暴力啊 那我小孩都会 这个老爸做爸爸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爸爸,爸爸 这个漂亮不漂亮啊 好不看啊 我想买这个东西啊 我的零食啊 好不可以买啊 这个老爸呢 就会眼尾都不看啊 他 是完全不看啊 好像听不到 好像当他空气的存在 老母都在啊 大家一家几口 是超市的啊 但是他对着自己的儿子 就会很热情 不看电话啦 全是陪了个儿子的啊 那接着那个女人 看到这个画面 觉得很心痛啊 甚至有想过啊 不如我再和这个男人分开吧 但是自己已经再有餡了 再 就是真的 做错了一个决定了 你和这个男人 选择了生孩子 而你自己没有能力去 经济独立的 你带着你的儿子 可能都勉强可以 再带着一个女儿呢 就危危苦了 或者你的生活质素会下降了 那大家想想一下 这些结局会怎么样 现在的地步就发展到去这一刻 我看的就是呢 那个男子 就是他和他前夫生 但是要靠他 现在这个男人的人 这个男子最惨 不上不下的 8岁 很快他到青春期 很快他会极度反本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叫王勇 我想大陆的观众会听过 03年连环杀人事件 杀了17个青少年 他选了14至17岁的男子 下手 因为女子比较难下手 会有解身 女人呢 他又觉得 他总之是想杀男子 他不想杀女子 但是大人也是难下手 所以他专检这些青少年 在绑包 或者周围的街 一些农村的地方 农村人来的 有人说农村人特别邪恶 通常连环杀事件都发生在这些地方 那么 引了他回家 绑他在所谓的电动木马上 他弄一些所谓的机动游戏 其实是用来杀人的 前后杀了17个 去到第18个的时候 他打了很多支针 注射在他身上 但都不死 勾了几天都没死 然后他都想 究竟我下不下手 最后这个男子就求他 就说你也有家人 我也有爸爸妈妈 我是独身子 我爷爷是抗疫的退役军人 打完仗已经残废残缺了 然后他就问这个杀人犯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 你妈妈如果知道你这样杀了我 你也要坐牢 你也很惨 然后黄勇 因为他的身世就是很经常 完全是没有爱的家庭 因为有了 所以没得生了你出来 但是完全忽略不理他 在他从小到大 所以他通过杀人 去拿到很大的满足感 还有快感 因为别人会哀求你 而且你会成为一个目标 很多人会究竟这个兇手是谁 警察不断找 连续17个男生死了 是不是会不断去找兇手 他从这些东西去拿到一个存在感 好像拿到一个价值 人生价值 接着这个黄勇听到这番说话 问他妈妈 你妈妈不理你吗 那小孩跟他说 你妈妈知道你杀了人 他会很伤心 他就在这个小孩面前哭 就说其实我家人不理我 我家人连我死还是生死都不会理 接着呢 那小孩真的出于法治内心 我相信很难去虚偽一个年纪 小孩还要是 你已经被人注射了很多剂 不知什么麻醉药 已经快死了 他就跟黄勇说 不要紧 因为我也要照顾我爸爸妈妈 和爷爷奶奶 他们只有我一个孙子 不如你认我做契仔 我去照顾你 既然你没有家人 他真的跟黄勇的这番说话 是法治内心的那种善良去说出来 黄勇听过这番说话 真是下不了手杀他 放了他 但叫他不要报警 他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报警 黄勇是拿着一把刀在村里盯着他 究竟他有什么动静 结果是没有的 后来当然 这个男孩也通过爷爷妈妈 说给他父亲 因为他的父母是出了城市工作的 最后警方就抓人 黄勇是判了死刑 其实我讲这个故事 想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成年人的缺失 你一生里面走到呛呛呛呛呛 滚也好 或者嫖到饮吹 不能自拔 甚至这些再极端的杀放火 其实都是出于童年的家庭 为什么说 如果你没有这种爱 你不要生小孩 他经常说这句话 不是你请人就搞定 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叫做心理抚扬 其实陪伴是十分之重要 你不能够陪伴 你不能够有爱 给到小朋友 其实真的不要生 刚才我讲一个例子 再上一个故事的那个男人 他去决定娶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带着一个儿子和他前夫生 你既然没有办法去爱他 不要说要好爱 你当他连普通 不认识朋友的小朋友 那种态度 你都做不到 甚至会对他有种怨恨 因为你会觉得 我和你生不适七 你吃我住我的 去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要娶人了 同样地 你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不会称职的爸爸妈妈 你不要觉得生了出来 你会变是不会变的 有爱心的人 是没有小朋友之前 已经是会是爱小朋友 是不会生了之后 才懂得爱的 不要有这样的幻想 生了就会做爸爸妈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 家庭问题 小孩子的问题 你们会觉得有些可以假手于人 我上一条影片说 我扔了小孩子 你觉得他有自闭症 有言语问题 我给他三两千元 去上这些课 这些班 就可以搞定了 甚至你都不会很介意别人 去虐待自己的小孩 你不会很关注他 因为首先是什么 你都不会太爱自己 你自己都不是一个 很多能量 很多爱的人 其实你怎么去爱你下一代 在黄勇杀人犯的这件事上面 其实那个小孩 他叫张雷 17岁 当年 他的善良是拯救了他自己 他不单是拯救了他自己 他还是拯救了之后的小孩 因为如果他被黄勇杀死了 其实黄勇会继续 就是黄勇杀人 杀完你第18个 第19个 第20个 陆续就有来 所以人的善良 善待变有很重要 但是善待变人 和善良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在你的成长环境而来 究竟你有没有被善待过 你是被揽莫 被揽暴力地长大 你长大了 久不来十 你都是这种人 你就算未必走到这么偏 去到杀魂火火 你都必然在两性关系 婚姻关系里面 不会忠诚 没有爱 不想给任何人 不会付出 好自私 对子女 对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都比较更加 不要说太太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尤其是女人 远离一些消耗你的人事物 远离事情我们会比较聪明的 我们会知道这份工我不喜欢做 我懂得说说不 不做 跳槽找工作 但是人呢 女人很多时候在家庭角色上面 都会被人打 因为我们社会制责我们太厉害了 不要离婚了 你离开了她 你怎么生活 你带着个底带着个女儿 或者是没有爸爸很惨的 没有爸爸被人看不起的 一个家庭要完整才对 就算老公是很有问题 外遇嫖到饮吹 不断地折磨你 你都觉得这样要忍 你觉得这些家庭叫做完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2022年 还是觉得要有四只脚才齐 齐脚才为止一个完整家庭 其实有爱才是完整家庭 但是何谓有爱 当一个母亲不被消耗 不被这个男人去消耗他的意志情绪 他的能量 他才会有能力爱自己 他会自己过得开心 然后他可以给爱他的小朋友 刚才我说的再回来的例子也是一样 他要忍个男人 其实他也是在内耗的 这个女性 然后他的小朋友 他也要受老公的懒暴力 你想想这个家庭叫完整吗 你找一个男人回来 你这家就完整吗 大家可不可以醒醒一下 这个年代 我觉得我们都是被这些男权 父权 这些社会的束缚去告诉你 不行的 一定要有个男人在家 就算有男人 你想想汪兆菲 带了女人上来 为什么你要离婚 大S 你好好的一仔一女 宜女相传 老公有多好 我对你不错 你就忍了他 为什么都要分开 大家看看背后 一个女人其实要承受多少 带着子女都要走 不要经常用这么多东西去约束人 和约束你自己 你一定不能内耗妈妈们 不要内耗你自己 人已经有很多杂七杂八 赚钱 工作 生活的琐碎事去消耗你 如果连一个爸爸 一个丈夫的角色 我现在这里是回应了 这一段时间 传言给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一个爸爸的角色 都没办法支持你 双方是不断地损耗你 那请问你 还有没有什么余地选择 你还有什么藉口理由 是说我不走 我打死都不走 我要儿子来陪我一起去受罢